二战结束以来 首舰被击沉的万吨级水面舰艇莫斯科号 之前在俄乌战场上出现了一个大瓜 俄罗斯部署在乌克兰海岸的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 被乌克兰的海王星反舰导弹击沉 海王星一战成名 该反舰导弹到底什么来头 为什么能击沉莫斯科号 今天国立军就来聊聊这个问题 想要了解海王星反舰系统 还要从苏联时期开始说起 苏联在解体之后 乌克兰继承了部分科技与人才储备雄厚的军工企业 比如哈尔科夫的莫洛佐夫坦克设计局 南风设计局 基辅的卢奇设计局等等 同时继承了苏联时期关于武器装备的设计图纸 其中就包含了天王星反舰导弹的全套设计图纸 海王星反舰导弹就是天王星的基础上研制的 海王星导弹就是基辅的卢奇设计局研制生产 在苏联时期卢奇设计局主要负责 航空工程自动化控制系统和诊断系统 并没有独立研制的一整套导弹武器 不过卢奇设计局虽然经验差一点 但是想法还是很多的 在研发海王星导弹时做了一些修改 使得其性能要比原版的天王星更强 首先就是发动机 海王星导弹的发动机是由乌克兰马达西奇设计局 制造的MS-400涡轮风扇发动机 推力从360公斤提到了400公斤 并且更加省油 并且使得海王星的重量 从天王星的520公斤提高到了820公斤 射程也从原来的130公里提高到了300公里 射程增加了 原来的引导方式就显得落后 于是卢奇设计局又根据乌克兰国内 比较发达的计算机和电子工业 开发了全新的导引系统 加上导弹时控制系统 本就是卢奇设计局的老本行 于是海王星的电子系统 具备了更远的探测距离 抗干扰能力也更强 值得一提的是 在2010年的时候 卢奇设计局就向乌克兰国防部提交了 海王星反舰导弹的初步设计方案 但是乌克兰国防部并没有采购 直到2014年 克里米亚问题爆发 俄罗斯黑海舰队的船只 时刻徘徊在乌克兰的海岸线边 于是乌克兰就开始加强军备建设 这也得到了美国以及北约的支持 只是当时乌克兰国内的经济萎靡 很难建立一支传统的海空军队 来对抗俄罗斯的黑海舰队 于是乌克兰就决定 从价格相对便宜的反舰导弹 和无人机开始入手 也就是海王星反舰导弹 海王星反舰导弹系统发射的导弹型号为 R360型亚音速反舰导弹 该导弹是一款亚音速的导弹 巡航速度0.8马赫 可以在空中掠海飞行300公里 具备一定程度的隐身能力 导弹自身雷达导引头的探测范围为48公里 导弹重870公斤 战斗部重150公斤 而且命中精度极高 导弹采用巡航段惯性自导 加末端主动雷达制导 全程高压音速超低空掠海飞行 可安装在船舶陆地和空中发射平台 只是可以是可以 但是乌克兰军队也没有这个条件 在目前的乌克兰海军中 根本找不到一艘可以装备该导弹系统的舰艇 而如果将海王星装备在乌克兰空军的话 就必须要和战机的火控系统交连 但是乌克兰的现役战役机中 没有异形战机具备这个能力 所以这次机会莫斯科号就是按机系统 一个反舰导弹营 包括一辆RKP360移动式指挥车和通信保障车 六辆USPU360导弹发射车 六辆TZM360导弹装天车和六辆TM360导弹运输车 最多可以向水面目标发射24枚R360导弹 骑射间隔3到5秒 可以对目标发射宝壳打击 骑射后导弹系统可以立即转换发射阵地 以防遭到定位反击 在补充完导弹之后 就可以在新阵地展开 整个时间不超过15分钟 并且还配备了一台Mineral U雷达 雷达作用距离600公里 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引导导弹接近目标 导弹采用倾斜式发射 得益于乌克兰的地理条件 该型反舰系统只需要对准黑海方向就可以 不用和俄罗斯的冷宝反舰导弹系统一样 采用垂发系统 极大降低造价 海王星反舰巡航导弹的首批样品 在2016年开始生产 直到2020年末 乌克兰海军才获得一套完整的海王星系统 在俄军进入乌克兰之前 乌克兰军一共拥有6套发射器 72枚导弹和配套的雷达 谁都没有想到海王星导弹 既然这么快就派上了用场 而且一出手就击沉了俄罗斯的莫斯科号 根据乌克兰的说法 莫斯科号被击沉的原因 是乌军的两枚海王星反舰导弹 击中了莫斯科号 而俄罗斯的说法则是一起普通的火灾事故 对此很多人都保持怀疑 毕竟如果是一起不同的火灾事故 是不可能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的 二战之后 火灾确实是中大型水面舰艇 遭遇到重创的重要因素之一 比如俄罗斯的库兹涅夫号 以及美国海军小鹰级航母星座号等 都因为火灾受到了损失 但是这些火灾都只是船只靠泊 或者维修阶段 船上人员少才导致火灾失去控制 而航行状态中 因为自身着火而产没的 目前还没有 毕竟船上水平较多 完全可以在着火的第一时间将其扑灭 所以最大的可能还是海王星反舰导弹 命中了莫斯科号上的 玄武岩反舰导弹的发射架 导致玄武岩反舰导弹 训爆并引发大火 莫斯科号的玄武岩反舰导弹 所放的位置也很容易被击中 正常水面舰艇的反舰导弹 基本上都是放在舰中指向两舰 或者是舰手舰尾 而莫斯科号不走寻常路 放在了上层建筑两侧 当一发反舰导弹能击中莫斯科号时 那么就有25%甚至更高的概率 命中光荣级的悬崖舰的反舰导弹发射架 而且苏联时期发展反舰导弹 没啥很大的特点 就大河沉射程越远越好 战斗部越大越好 而玄武岩反舰导弹也是这样 该导弹单发重量4.8吨 战斗部接近一吨 一枚导弹就可以击回5000吨级的水面舰艇 相应的 在玄武岩反舰导弹体内 有大量的催进剂 这些催进剂又容易被引燃 导致导弹训爆 以及火灾的进一步蔓延 最终导致沉没 问题来了 作为一款万吨级的水面舰艇 防空系统肯定是必备的 为什么海王星反舰导弹 能轻而易举地击中莫斯科号呢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 莫斯科号实在太老旧了 在苏联时期 莫斯科号叫光荣号 也就是光荣级里面最老的一艘 1982年就服役了 这么多年来 基本上没改造过 只在21世纪初 增加了一套卫星通信系统 2019年以来 该舰就已经停在港内不再活动 基本上就是等于 遗养天年准备退役了 所以在现代化战场上 莫斯科号最严重的缺点 就是电子对抗系统不行 这个问题可以直接关系到 一个舰艇的存活问题 而且莫斯科号的巨防系统 由于三组六门AK630M进防炮 以及两座SAN-4进防导弹发射架组成 这种进防系统组合早在苏联时期就被淘汰了 如果莫斯科用的是 力术帕尔玛铠甲 那么莫斯科号就能及时拦截海王星 可惜它不是 在面对隐身武器的攻击时 莫斯科号的防御能力基本为零 更巧的是海王星反舰导弹的性能还不错 恰好具备隐身的能力 加上美国TBR无人机与雷达的引导 机会莫斯科号就不是什么大问题了 只是海王星反舰导弹的战绩虽然不错 但是在国际出口上基本没啥可能 一个是因为乌克兰的军费不够 直接影响了海王星的量产计划 另一个就是因为海王星还有一个缺点 那就是飞行速度慢 在当今海面战场上 大型的水面舰艇大多都装备了 可以从高中低不同高度多层拦截 反舰导弹的防空系统 海王星反舰导弹的突防能力 在面对世界较为先进的水面船舰时 可能不大够用 也正因如此 很多国家都更看好 速度更快 隐身性能更强 制导系统更先进的反舰导弹 对此各位朋友是如何认为的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